嗨 大家好 我今天在这号院里用发盆 你看 用了几盆辣椒 现在都这么大一颗了 它开始已经开发了 反正这里看 它已经开插了 开枝了 等于这个就是蒙椒 哦 这个蒙椒 看到没有 蒙椒以下的 这些侧子 首先把这个侧子打掉不要 蒙椒下面锁下来三片椰子 一片 两片 三片 丢三片椰子 这下面的全部都打了 把它椰子 把这个弄牙 也全部都要摘了 蒙椒下来 三片椰子 一二三 打了之后呢 这就通风 套起了好多下面 这更加有利于这个阳光的吸收 养风的吸收 这个也是蒙椒在这里开发了 蒙椒下面锁呢 一二三 留三片椰子 三片椰子以下的 全部都打掉它 把最下面的这些老椰 黄的椰子 全部都打掉 切枝也要打掉它 以免消化更大的养分 有利于植树的健康成长 上面把这个营养 跟到上面去了 不要在这下面消化更大的养分 通风 套起了很多 很清爽的 整个辣椒看上去 它就把这个养分直接往上面供 促进它上面开发结果 以及往上面走 这样可以增加产量 看 上面都已经开了三个枝了 以后还要继续打枝了 上面的枝顶 如果太多的话也要打一些 太多的话就是养分供应部上的话 那个辣椒长不大的 哎 这里还有两颗 这两颗长势没那么旺盛 这两颗 你看它从这下面就出了这么多 枝出来 把这个枝一定要把它搬掉 它不要 不然它都不会长不高的 那把这个车子车压 全部都要打掉它 不然它都长不大了 不能够全部把枝打光了 把这个叶子打光了 不行的 打光了它没有这个叶子真 光和作用了 养分供应不上来也不行的 留的太多 下面它就 这个养分也上不来呀 这两颗是同一个品种的 你看 哎呀 它从这下面就长出芽出来了 你看 这下面长了这么多 这上面肯定长不起来了 一定要把这下面的枝了 它才可以往上发展 这一二三 这个打枝打叶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个 大晴天的时候最好的了 应雨天最好不要打 以免它会感染了 这个伤口 这大晴天一打了 它很快就干了 就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虫害什么的 啊 这打了这一下子 你看轻松好多了 看着就舒服了啊 学会了吗 知道了 知道怎么给辣椒打枝了吗 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 谢谢 下次再见